现场当中邀请到有鱼妹妹包括陈志忠包括姚立民老师 黄毅忠还有包括了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以及这个李正浩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赵玉沙老师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了董立文老师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说在高雄这一议里头 他在国民党内到底的议长是分几派 市长也在乱吗 所以呢这一场20208月15号市长的补选 这是也是党魁的保卫战吗 议长有没有可能兵准 那议长兵准之后如果市长也落选的话 会不会双双都落选 等于说兵准双杀的情形不是没有 那最新的态势里头除了这个高雄市补选的最新态势 我们当然还要告诉大家 现在港版的国安法蔡英文总统说 不要使我们要反制 可是北京驻港的国安公署今天挂牌开幕了 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公署的新署长大有来头 等一下帮我们做解析 他还曾经镇压过乌坎村的民众 导致还有人因此死亡 不过你也知道国际情势里 武汉飞影在全球烧的同时 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了退出WHO 不过就在他宣布的同一天 美国新增加的确诊病例竟然单单一天增加多少 六万零两百零九粒 又是创下新高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当然看最新的一个中美之间的军事形势 我们昨天说美军的一批三一的电针机 距离广东几乎贴近在侦察 昨天我们说他距离广东多近呢 大约是60海里 为什么这么近 传达出什么讯息 你叫我是余媒媒 我们引诱TVBS的民调 刚刚遥有说TVBS TVBS民调里头 你看到大幅领先两个差距多少 百分之32 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指标民调 可是呢 这么悬殊的差距里头 如果以年龄交叉分析 我们看一下20到29岁 陈其迈依然压倒性的胜利 30到39岁64比17 40到49岁同样53比29 在这个年龄层里头 李梅珍大约是29%跟32% 看起来只有这个部分 略略是陈其迈的一半 相对是比较高的 你看到年纪轻的部分 20到29岁只有9 落后了陈其迈多少 百分之50 来这一意义的选举当中 我要请教余美美 这是我看到上报的一篇的报道 那上报如果做出这篇报道 叫做什么 议长市长补选暴内乱 蓝高层震怒不投票 不服选的叛徒都要严惩 而且呢 他说根据了解这个杨毅 在这篇的报道 蓝眼高层震怒呢 要求党中央应该要硬起来 清理门户 严惩叛徒 凡是不投票不服选 党提名的议长候选人 第一你看到到 所有的同党的议员 不一定站在他旁边 甚至国民党中央 必须从台北市找台北市议员 来陪他上台 这是什么回事啊 高雄市本地议员不见了 要台北市搬救兵出来 高雄市民认识台北市议员嘛 可见的 李梅珍他不服众望 因为他问政不出色 凭什么是他 就第一个 第二个也因为他自己本身能力不够 得不配位 所以说话三公四落戏 所以所有的政策都讲错了 那倒就像个酸民一样 甚至拿自己 他认为唯一可贵的资产 叫做他的年纪 可是很可悲的是 所有的民调显示 他在年轻人里头 他的民调是出奇的低 非常简单 年轻人有脑袋 年轻人要的是愿景 要的是一个未来 年轻人看的不是你的年纪 如果你认为说 你是韩国瑜2.0 你要延续韩国瑜的政策 我来投你干嘛呢 你连大港开场 你都是这种态度 你连试运会 亚运会办的时间都不知道 然后你连魏武营的场馆 有办活动就在你的选区 你不知道 我怎么会提你这个人呢 可是为什么陈其迈会高 很简单 陈其迈你看大港开场 他从头到尾他是支持的 他不止这些 陈其迈说他闭着眼睛 他都知道高雄哪一条马路 会塞车在什么时候 陈其迈甚至于各位你知道的 其实这种议员在这边就很清楚 对高雄来讲 非常重要的桥头科学园区 这里面有陈其迈多少的努力 大家知道吗 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在台湾有十个最有钱的里 其中有一个就在台南 为什么在南科 如果桥头科学园区 跟南科合成一气 你认为高雄会是一个怎么样 脱胎换骨的未来 然后他也看到流行的中心 然后这个新文化 然后这个港湾 新港湾这一些八卦 流行的 创意的 文创的 高科技的 绿能的 这些都是迈向新时代里头 比较有附加价值 能够真的让我们的孩子 从北漂能够回来 不只是找到工作 而且是找到优质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 他愿意把这个票 他愿意来支持 早就已经磨剑 十几年的陈其迈 这是重要的要点 可是为什么当初国民党会提了 李梅珍这个人 我刚开始认为说 也许是他的年纪 也许是因为他父亲后面 又不是只有李梅珍在选举 因为他后面有他的父亲李荣宗 这里面有眷村系统 有果菜系统 有韩粉系统 有外省系统 有地方系统 有黑白道系统 所以有好多的陆军加持 那么在补选的组织票里头 那个票会是扎实的 这不是李梅珍的战争 这后面有个庞大的李隆宗团队 可是很可惜的是 主帅叫做李梅珍 李梅珍他只要是面对镜头 他的缺点就一览无遗 好了 这里面我们就要说到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国民党当初找他是因为 本来规划好的 本来是陆淑美 他本来就已经是副议长 所以他如果扶政变成议长 那李梅珍他有六小福 有六位议员 那他来搭配当副议长的人选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来提名李梅珍好了 结果因为而且在这之前 你也看到 所以陆淑美没有扶政成功 现在要还给李梅珍一个公道 提名他当市长 其实不是还他公道是怕他乱 你懂吗 因为陆淑美意外落马 第一轮还15票比15票 第二轮是17票比17票 阿哥杀出来 陆淑美煞雨而归 好如果李梅珍也乱了呢 也就是说议长这边有人为陆淑美抱不平 李梅珍这边他也一种悲隔的态势呢 那我请问你 国民党会不会议长票主收的鸭子就飞了 所以一定要安抚好李梅珍嘛 可能是基于这种种的考量之下 把李梅珍推出来 而且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的 那请问少庭会比李梅珍差吗 那很多人会服气吗 好了一个德不配位准备不及实力不够的李梅珍 就九泰必现了 那这就是显现出他的民调长期低迷 现在甚至变成老二保卫站了 你听过老二保卫站吗 小军啊 如果你想想看 真的吗 对 如果吴义正你听哦 吴义正他五连霸哦 口才比李梅珍还辩解哦 市政可能比他还娴熟哦 他有个超级嘴炮王叫做柯文哲 不时在台北发工 跑到高雄把他拖拖拖拖拖拖 万一让他篡位成功变成第二名 那我问你 所以现在4%跟14%之间 14%跟20%之间 分别的这几个民调里头都有可能 现在是老二保卫站 我请问你6% 10% 你觉得那是很大的差距吗 我就说嘛 吴义正讲一讲话 对不对 他口条好得很啊 那我就说柯文哲三不五十发工呢 这可能翻过来嘛 那对江启臣来讲情何以堪 万一煮熟的鸭子飞了呢 你想想看高雄市议会现在是64席 对不对 65席 65席 国民党31席嘛 是吧 33减掉一席之后 应该还有32席嘛 因为许昆元议长走了嘛 对不对 可是他如果说加上亲民党的 加上五党的 照道理说他们要稳超胜券 亲民党的现在应该会去找吴义正合作吧 吴义正还会跟他 为必因为李梅珍有 李梅珍有亲民党过去的渊源背景 所以未必哦 那国民党照道理说 他们应该是要稳住这个半壁江山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之前陈立娜 吴立成退出了 好 万一你不要说他跑票 我就出来 我不出来投票就好了嘛 民进党就 他就降低门槛的 你知道吗 对 民进党这边是士气饱满 如果加上时代力量 加上五党的 如果再加上一些人靠过来呢 不一定会兵纏的 那我问你哦 江启臣怎么办啊 这党主席干得下去吗 我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秘书长 帮党主席下军令长 哎呀议长如果没有选上 我秘书长不干了 回头 党主席也不能干了 这国民党在乱成什么 所以你要看到茶户里的风暴 有几点 第一点我们再讲 为什么韩国瑜半夜要发脸书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因为要甩锅 很简单 小军只要想想看 是谁去告诉周刊说 李梅珍是韩国瑜推出来的 是谁 总不会韩国瑜自己讲吧 李梅珍这样子的 民调差了四十几趴 又被封为韩国瑜2.0 然后三公四落去 年轻人根本都不偷他 然后越讲越离谱 我请问你 如果他真的变成老三的话 这个韩国瑜 你居然是推他出来 还是你的2.0 他变成老三 我请问你韩国瑜有未来吗 所以韩国瑜 所以要甩锅 甩锅 这不是我干的 这不是我提的 韩国瑜在讲这话的时候 心里头你很气 你是谁 是谁说的 是谁对周刊放话 好 这里面我认为推断 国民党中央高层 恐怕很难脱关系吧 为什么 甩锅嘛 不是我要推李梅珍嘛 是韩国瑜力推嘛 韩国瑜刚被罢免嘛 他还有韩粉嘛 韩国瑜在后面力推 所以我们尊重韩国瑜 我们推了李梅珍嘛 如果李梅珍变成老三 那江启臣不应该被逼宫啊 你要去找始作俑者 叫做韩国瑜 所以两个互相甩锅来甩锅去 就是互相放话 一个放话 一个写脸书来试清 好 那这里面就非常悲哀了 来你提出一个问题 来我请教 来在现场当中 一个非常关键的当事 来 黄少廷我想请教 你所了解 李梅珍这个市长候选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真的是因为 跟陆淑美搭档 政府议长失利之后 陆淑美没有扶赠成功 所以就给你一个市长来选 是这样子吗 来黄少廷你所了解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子啦 因为毕竟国民党在高雄 还有大概有一半的 在议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席次 所以刚刚是国民党 还是有一定的基层的实力 那当然这一次对国民党来讲 在高雄同时市长跟议长都失去 那这个在 这其实在政治史上也很少会发现 那如果在最短的时间 找出一个人来做 来这个披挂上证 那大家都之前就讲 因为在高雄毕竟国民党已经20年 没有执政 在原高雄县也33年没有执政 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些 比较青壮派的议员 像梅珍三届的议员 跟我一样也是三届的议员 那当然这一次提名梅珍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毕竟这是一个反差的效果 一个暖男 那配一个女生 你们也有五月天啊 江启臣 马英九 韩国瑜 吴敦毅 诶 朱立伦 五月天 为什么没有一个天 去帮他站台 上个礼拜就江启臣有下来吗 我相信陆陆续 我知道像朱立伦 马英九都有在安排 什么时候要下来辅选 我相信其实国民党 还是团结一致 要把这个市长 尽量把他选得胜选 那你看这个报道怎么看 严惩叛徒 不投票 不辅选党提名的议长候选 到底要怎么辅选 这口里梅珍要怎么辅选 因为严惩叛徒 通通都怎么样 通通都要严惩 所谓的蓝高层 中常会的蓝高层 到底指谁啊 其实我也是中常委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蓝高层 不过我先讲 小军我这样讲 因为我想他指的 应该不是市长选举 他讲应该是现在比较 接近要投票的议长选举 来同样是议员 来陈志忠你所了解 国民党现在到底是 如果是阿哥一派 陆淑美也一派 你所了解国民党的高雄市议会 到底呈现什么态势 对其实这个国民党的议会党团 现在是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 因为经过假投票 这有好有坏 假投票当然就民主 但是已经分裂了 从14票比17票 那已经变成三个派别 一个但是拥护这个副议长陆淑美 可以扶正变成议长 那另外一派就是在支持阿哥 就是甄丽燕议员 其实他的一个人员很好 在这蓝绿都很多朋友 那再来就是一个中间派 那所以这个如果是 有这个阿哥的这一派希望赶快投票 因为已经假投票产生的议长候选人 那避免夜长梦多 如果还增添变数怎么办 那煮熟的鸭子不就飞掉了 那所以这个支持 曾丽燕的阿哥的会希望赶快投 但是陆属美副议长 他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他现在是副议长 但是代理议长 所以现在的议事是他在主持的 那因为根据这个法令的规定 也没有说有说要补选 不说多顾外补选 那所以如果一直代代代 代理到2022年 这样可不可以呢 这个有很大 对副议长来讲也不错 我就去代理议长 所以这也没有违法 对这个议员讲的 所以这个就呈现了矛盾 那所以上次有一些国民党议员 曾经提议 希望在7月13可以做投票 但是其实副议长并没有排入议程 那一次还有国民党议员 跳出来呛响 所以这个党团假期动员 为什么都没有跟他们沟通 他觉得这个非常不尊重 所以你看现在国民党团 两个议员退出党团 当然观众朋友 这不是退出党 是退出党团 为什么 陈丽娜 为什么退出党团 因为陈丽娜跟吳议员 都是较支持这个 就是说副议长这边的 退出党团运作 这个是一个手段 这是一种呛响 一种抗议 一种杯葛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的高层 也不要说怎么要严惩 其实这种如果 真的有分乱状态 有分裂状态 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一直说我们很团结 其实都是不团结 那你一直说要用这种 党纪严惩 我当时来出问题 因为虽然记民投票 但是如果不投票呢 刚刚这个绍庭议员说 他们32席 又有一个武党联盟 33 但是如果有人不出来 投票怎么办 那民进党团卸26 时代力量两勝 如果我们时代力量 我们来争取28 28 28还有一个是 这个武党级议员 范志钦议员 29 29 武党的联盟四个 之前当然有听说 他们是要集体动作 但这个也都不一定 那四个里面 如果说一半一半 或者说国民党团里面 已经有人退出党团运作 而且就我所知 不止这个陈立娜议员 跟吴立成议员 还有其他人不责的 那他们也有可能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投这个 这个中央要指定的人选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茶壶内的风暴 很严重 那这个也会牵动到 市长的选举 所以对民进党团来讲 但本来我们在习制上 是具劣势 但是我们如果努力 去争取票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 胜选的一个机会 那李梅珍被推出来选 我觉得对他来讲 其实情何以堪 党中央不管什么理由 你总是给他拆出来 但是有点是把他放生 你看高雄38个行政区 虽然这个国民党 目前没有立委 没有现任的 但是你们有32席议员 每一个双区都有 所以如果李梅珍 要到那边去 立委可以安排拜票 议员也可以 甚至议员跟地方上的 一些生态的系统 更贴近 你能够来这个庙院 这个公廟 这个社区 这个后院会 像民进党目前 这个系统都已经在启动 每一个区都有后援会 都有立委当指挥官 议员当副指挥官 所有的总幹事 理长都在动完 但国民党我没有看到 甚至之前 还有高雄的这些 市政的记者 因为现在又要跑 媒体行程 选举行程 那抱怨说 齐迈的总部 可以不要这么给到 一早六点就八财山 五点 在前阵渔港 在集合拜市场 那李梅珍议员 这个行程 一天调出来只有一个 甚至今天可能没有行程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后来又加牌了 今天有三个行程 共两个小时的 前后的拜访时间 我来录节目 就不止两个小时了 这个算也到 那起码一天排 十几个行程 从头上到头上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真的也要责任 你既然推出 要全力复选 因为他们有这个五月天 那如果说各怀鬼胎的话 那注定这一场选举 走到最后 可能真的老二都保不了 变成老三 那真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看起来 马英九 因为最近 也是很多话要说 斗争 蔡英文总统 由哪一任的现任总统 急于开火斗争的现任总统吗 马英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马英九到底在说什么呢 来看补选之外 刚刚从我们效果里头 董立文老师加入我们讨论 因为FBN揭露习近平所主导的猎虎计划里头 威胁海外华人 不是回国就自杀 既然有海外华人 甚至有美国人被掌握 那也没有台湾呢 这到底揭露出什么样的消息呢 等一下一一为您讨论 不过先来看一下 马英九又对蔡英文总统开火了 看这个大现场 谢谢谢谢 马前总统一个拱手 跟小英总统眼神相会 前后任总统难得相遇 气愤却说不出的惯 为了港版国安法 两人隔空 杠得凶 你昨天说的怎么反制 我们修改奥条例吗 总统喊出反制港版国安法 不过马前总统却把港版国安法 跟台湾的国安武法摆在一起 批评两者不遑多让 我觉得港版国安法跟国安武法 哪里不像 限制人权啊 反核的游行 然后又不让小民过来 这个都是违反民主 违反人权的 蔡英总统为什么从来都不 在检讨他自己呢 这才是蔡政府最大的问题 但看看国安武法 主要防止舰铁渗透 包含刑法共谍 虚用外患罪 退休军工教被判定共谍 没收终身奉 中二人是退休后 不得参与中国政治活动 国安武法追求自保 但港版国安法 却是管到台湾 要求台湾政治团体 必要时得交出涉港资料 马英九把两者摆在一起 总统也不客气回呛 很多人都对他讲这句话 感到不解了 那我也是很难理解 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讲话 那我们是民主国家 那我们也跟其他 很多的民主国家一样 我们制定法律 我们强化我们的法律 来防止中国的势力 渗透到我们的社会 或者入侵到我们的社会 来破坏我们的民主 那么这就是我们国安武法 主要的目的 为了港版国安法 蔡马两人隔空互杠 即使难得擦肩而过 也是藏不住的尴尬氛围 三连新闻由家伟 陈教育的报告 来请教育总理局老师 有看过哪一个现任总统 将斗争现任总统了吗 我应该先这么说 我们昨天有讨论到 马前总统 他是学法律的 他应该知道 香港版的国安法 违背了所有的法律原则 那个才是真正的伤害人权 尤其是伤害香港人 施行细则里面 还包括把台湾也包括进来了 说说台湾的政治组织 所以你看看这上面 国民党在香港是有支部的 这是过去历史的原因 到现在还在活动 所以那个港版的 这个国安法的施行细则 他其实直接针对的就是国民党的这些 目前还在香港活动 这是公开活动 活动的国民党的支部 你看前面这两个是在室内的 有国旗出现 只要在室外的 国旗是不准出现 这是过去 这个港版的这个国安法的施行细则 其实对我们台湾的这种政府来说 因为我们政府也有港澳的机构 对我们的政治组织 包括国民党 还有国民党 还有亲国民党的组织 其实不只是国民党支部 在香港还有所谓的孙文学会 什么蒋公协会 那个都是亲国民党的组织 其实这些组织 全部受牵连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就是马前总统 你也干过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也应该帮你国民党 如果你自认为 你对中共还讲得上话的话 你应该面对中共讲话 你怎么会碰到这些事情 马上把枪口对内 枪口对着蔡英文总统 你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在帮忙洗白中国共产党 就是说一谈到中国共产党 他的国安法 是这个残害人权 你马上讲蔡总统的国安法 残害人权 这样是干什么 然后比较可笑的是 国民党党中央 昨天终于我看到了 党中央有这个正式的回应 江启臣这边 他说他不乐见 这个港版的国安法细则 第一个不乐见 请中共要审慎 请他不要这个影响到 不要阻碍到两岸的港台的交流 就是说我们也谈过 就是怎么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个不敢跟中共说不 第二个一谈到中共的时候 就是温柔体贴尊重 然后一回头碰到 看到我们自己同为台湾人的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这个政党 碰到民进党 你马上变了一副这个嘴脸 我真的不知道 这该怎么形容 就是说 当然这个台湾的政党竞争 这是正常的 但是在面临 共同对外的时候 尤其对香港人的时候 尤其对中共的时候 自己的站在台湾的 这个主体的地位 这个立场要先站稳 不是说民进党不可批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要不要正面的去面对 中共今天在干什么 全世界在关注什么 我们台湾人关注什么 香港人关注什么 所以我现在发现 就是马前总统 他只要出现一次 讲一次话 我认为对国民党 就是一次的伤害 九龙是马英九的出生地 来 姚老师 他今天又讲了 他说他第一时间是说 香港的国安法 台湾的国安无法 不谎多让 他今天实际的举例子 什么叫不谎多让 小明啊 小明的人权啊 反核的人事的人权啊 那姚老师怎么看 这个马英九啊 望为一位承认中华民国总统 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总统 居然讲出这么不合常理的话 中国的国安法 只是灌了国家安全法 这个名称而已 它跟全世界的国家安全法 都不可以类比 不要拿 好像它叫国家安全法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国家安全 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安全 设定来如何防间谍啦 防渗透啊 这些国家安全法 这是各国都有 美国有 韩国有 台湾有 每个国家都有 连德国都有国家安全法 可是 中国 它就是想欺骗世界 也安了一个叫国家安全法 可是它不是的 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专制压榨 压破人民的法律 它是一个专制政权 设计了一些条文 限制人权的法案 它完全 跟什么间谍 要防治无关的 所以它所有通篇讲的 都是不让人民 不管正常的机会游行也好 或者有一些主张也好 都是压制人民这一方面的自由 不让香港人 能够享有原来有的自由 这这么简单呢 马英九难道不知道 有这部国安法 跟没有这部国安法 叫它跟香港人说 说香港人认为 是不是认为台湾的国安法 是等同于港版国安法吗 让香港实际领受的人来比较 他认为他到台湾来会有恐惧感吗 他在香港接受港版国安法 已经有多多个人接受访问 他们立刻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他们生在恐惧之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过去哪个作为 未来哪个说法 会能够动辄得救 会被安上一个违反国家安全 会安上一个颠覆政府 会安上一个恐怖组织 会安上一个 会安上一个勾结境外势力的名称 所以虽然马英九这些话 在我来看虽然 根本不会引起台湾多数人的正面回应 不会的 因为太荒唐了 绝大多数的台湾主流民意 都会斥责马英九这种说法 清清楚楚 我一点都不担心 马英九会是扭曲台湾人民的想法 不会的 可是更是如此 就显出他居心捧撤 显出他干为中国喉舌的本质 他要替中国港版国安法来抹白 他要替他抹粉 把那一个压制香港人民的恶法 把它缓和 变成台湾也有这样的法律 香港人不必太紧张 香港人都会痛恨唾弃这种言论 所以马英九其实在台湾 他多发这种言语 只会损伤到他自己的原有的高度 作为一个先前任总统 他不是对现任总统的说三道四而已 或者对现代政府说三道四的问题 而是他根本在扭曲黑白 把黑的讲成白的 把黑跟白做相同的比较 这是非常令人唾弃 而且非常可恶的 来这个张晏晓老师我们看 因为为什么 他的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已经完全被打脸 被抛弃之后 所以呢 这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 怎么看他这两天的言论 刚才董教授不害会形容的 这个马英九的现象 我来帮他下一个标 之前我讲过 这个叫做什么呢 逢中必软 然后逢绿必反 简单来讲 只要遇到民进党 蔡英文跟台湾的相对的议题 或甚至还有川普 马英九的拳头 基本上就好像看到沙包一样 往死里打 但是只要遇到韩国瑜 或者遇到习近平 这类这样的人呢 马英九就位敌如鼠 惊若寒残 一句话都不敢讲 答案在哪里呢 今天说难听一点 这个他眼中的国安无法 或是反渗透法 基本上是民进党跟民主政府 帮你马英九过去执政八年 收烂摊子 亡羊补牢 什么意思呢 马总统执政八年 国安大门门互动开 中资长驱直路 匪谍基本上横行无阻 更不要说中国代理人 跟红色媒体呢 基本上被你放任 在台湾到处乱咬人 请问今天为什么要有国安无法 我们规范的对象跟主体在哪里 为什么要反胜透法 这些前因后果 你才是始作俑者 所以我觉得最难过的地方是 他居然要蔡英文 要民进党政府反省检讨 该反省该检讨的 就是你马英九在过去 你执政八年之下 针对两岸我刚才说的这些现象 毫无作为 乱无章法 甚至言耳道理 所以这些问题是马英九你惹出来的 基本上我们在启动防律型民主的时候 就像我所说的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我们总是要守护台湾的主权 民主 多元开放的社会 还有媒体的氛围 马英九是第一个 你犯的最大逻辑上的矛盾 叫倒果为因 把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关系 完全给弄混淆了 第二个呢 我不好意思讲 马英九啊 为什么最近有这种心态 其实啊 从他下总统以来啊 他就不甘寂寞嘛 但是我认为 他现在潜意识啊 有两个 第一个他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还有呢 强烈的复仇心 高度的不安全感在哪里呢 其实全国民党以外 台湾社会对九二共识的这个信用 早就已经破产了 可是马英九啊 基本上还是希望 透过呢 他的这个精致招牌 能够呢 基本上在国民党内部 就再度借壳上市 只要马英九一听到说 啊 什么 江启臣或是其他人 要针对九二共识进行 还很胆小 叫检讨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的焦虑感就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话语权 或是说呢 他遥控国民党的两岸论述的能力啊 基本上受到挑战 这是其一 请大家想想看哦 没有九二共识的马英九 在国民党或是在台湾 他算什么嘛 没有九二共识的马英九 就跟平民一样 至少对国民党 或者对他来讲 所以呢 这是他的焦虑感 当国民党说 要调整两岸论述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这一种中年男子 其实他也不是中年男子 七十几岁老岁啊 这一种呢 焦虑 或者是说呢 害怕被清算 害怕被斗争的 这种心结就浮现出来 第二个是他有什么复仇感呢 其实他把账都算在名将头上 你是现任总统 你本来就要受到相关法律的规范 是不能随便出境的嘛 因为他过去藏过一个甜头 叫2015年的马席会 不要忘了 他现任总统呢 一度又想去香港 想去跟中共的人士呢 学者呢 开会嘛 一方面还要回到祖国 回到家乡嘛 拥抱对岸的土壤啊 跟空气呢 总是跟台湾不一样的嘛 但是呢 现在除了过去的领域条例 现在呢 又多了国安武法 现在又多了防疫呢 不甘寂寞嘛 我一能够说他存在感的 不是主舞台 对马英九来讲 不是国民党的中常会了 不是台湾的媒体 你想想看 李梅真的补选国民党 有谁找马英九下去吗 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怀恨在心 本来他那个天真浪漫的以为 2015年马席会之后 我就要去问鼎 诺贝尔和平讲 但最大讽刺的地方是 2015年的马席会 对台湾对国民党的伤害有多大 最后结论在哪里 两个 第一个我非常同情江启成主席 为什么呢 在组织上被韩国瑜绑架 在乱数上被马英九绑架 对一个主席来讲 管的不就是空战跟陆战吗 结果你双双被韩国瑜 跟马英九所架空 难怪江启成 政令不出巴德路 这其一 第二个 马英九一个人说了就算了 他的徒子徒孙 跟他的从众们 譬如说陈以兴 有什么老板就说什么样的话 陈以兴说什么呢 马英九说国安法跟国安武法 不遑多让 陈以兴就立刻接龙 告诉大家 凤凰卫视 如果会出你的态度 民进党更胜过于共产党 我觉得这一对 长官跟幕僚 或部署 基本上是怎么样 双双撞墙中邪 还是为了存在感 不择手段 口无遮拦 这就是国民党最严重的现象 叫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一 整党韩国瑜化 第二个是 马英九现在已经柯文哲化 简单讲 整个靠什么 打我打我 我来引战 大家来讨论我 他才有存在感 如果一个前总统 最要搞成这个样子 他的规格 跟他的政治高度 跟柯文哲没什么差别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前总统也就算 真的是为了刷存在感吗 香港主张 过去的通通被否认了 一中各表 九二共事也惨遭 习近平通通也抛弃了 但是马英九前总统 能关系的事情非常多 因为他提到了小明的人权 除此之外 香港的人权 你不用关心吗 这是在今天的最新画面 因为港版的国安法 在生效之后 北京第四个驻港机构 国家安全公署 在今天正式接牌运作 这个公署 不受特区政府的管辖 还可以在香港面临 国家安全重大威胁时 行使管辖权 所以有人批评他 那你是跟中国的东厂 有什么两样呢 北京火速任命的 国安公署署长 叫做郑彦雄 他现在也被起底了 曾经以强异的手段 镇压反政府的示威 所以我说 马英九前总统 你可以关心的非常多 你关心小明 台湾小明 当时事件 因为在这个武汉被炎 确诊病例时 小明 小明的背后 大家关心的是台湾人 或中国人 这样议题不是吗 那像香港人权面临到 这个所谓的 国安公署署长 这样的人被起底 香港人权在哪里 马贤总统 你都不关心吗 来 义中怎么看 我们讲到这个骆惠宁 就是现在香港 就两个头子 一个就是中年办的主任 骆惠宁 已经接任国家安全顾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成立的这个 国安公署的署长 就是郑彦雄 这个郑彦雄 其实他最有名的例子 他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 曾经当过那个 所谓的那个 善伟市 善伟市市委书记 然后这个善伟市 曾经发生一个非常 近年来中共最大型的 社会运动 就是所谓的乌坎村事件 这个乌坎村事件 这是当时的照片 那这个乌坎村事件 来源是因为 当时的村委会 乌坎村的村委会 揭发了所谓官员的贪污 然后因为当时的官员 就是要强行征民众的地 所以这些民众 用强行征民众 然后多年上访 上访就是到北京中央 这个上访没有结果 所以最后这些民众 将近有2000人市民走上街头 你看我在这个 从六四以来 被认为是规模最大的 社会运动 那其实民众要的 他们民众不是要反对政府 他们要的就是说 我们家的房子 你不要强行征替 还我们房子 这么柔性的诉求 就当时这个郑彦雄 就是今天这个所谓的 港国安署长的 国安公署的署长郑彦雄 他当时就做了一件事情 这什么事情呢 他就是他把这个当时的抗争 归咎于境外传媒的 煽动跟误导 他当时讲过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境外媒体信得过 母猪都会上诉 就是这句名言 他就是说 因为当时的民众 找不到机会去反扑 就是去透露出这个讯息 所以他就把他说 民众被误导 然后当时他采取 就是这个所谓的 暴力的就是强硬的这种武警 他动用武警去武力驱赶 那这件事情呢 在最近 因为他最近被公布 所以当时被他 被他凌虐的那一个 这个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手上写的 卓日乌坎 其实像这个人 这个是当时的乌坎村伟 叫庄烈宏 他现在人流亡在美国 他最近在推特写了一件事 他说这一个 我刚刚讲这个 郑彦雄 他当时是怎么干的呢 他用一拖二骗三了 什么意思 因为他当时是管理的人 他就是说一拖 就是拖延民众 然后去跟民众用不同的方式 那些有些村妇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骗他们 最后把时间拖了以后 他的武装部队到了以后 最后就是了结 他怎么了结呢 他讲了一件事情 这个听起来很心酸 他在2011年12月3号被捕 然后他当时他另外一个同事 叫做薛景波 在2011年的11月9号被捕 这个薛景波被捕以后 两天后死在所谓善围的看守所 那当时他们中共发了一个影片 就是说他的同事薛景波 是因为心脏病而死掉 可是那个薛景波的女儿后来说 他去看他爸爸的尸体 鼻孔有流干血 然后身上有瘀伤 然后有被殴打的痕迹 然后但是你知道就是死了 所以他很幸福 就是说他还好他逃出来 他说这一个新的署长郑燕雄 是中共所养的看家拱 动用几千名无几去封村 甚至还拿了破旗炮屠村 所以这种人现在成为了国安公署的署长 你就可以想象说他的情况 我最后用一件事来呼吁马总统 这个动作 你说香港的国安法跟台湾的国安法 是不妨多让 马总统 你门心自问 我在台湾拿这张纸 上面不管写什么 我写台湾独立 我写光复香港 我都不会有事 在争论节目上 我这样讲 请问谁来抓我 蔡英文会来抓我吗 蔡英文你来抓我 我写中国统一 我写台湾独立 蔡英文你又来抓我吗 可是很抱歉 香港人为什么现在拿白纸抗议 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要写什么 他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也要被抓 他写港独也要被抓 他写了什么东西 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国安法而被抓 所以你拿这两个东西 拿香港的国安法跟台湾的国安法套在一起 那真的是 好香港跟台湾当然不一样 但是包括了华盛顿邮报都说了 香港的国安法等于是制台的蓝图 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处理台湾了 所谓的迈向武力正在进行当中 从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在7月6号 当香港的国安法在7月3号火速通过半夜 立刻签署生效之后 昨天生效是施行细则 那施行细则在前天晚上 有我们看到 就是林郑月娥跟这个国务院 包括中联办 他们所召开的国安会议当中 竟然出现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 来我连线给破口老师 怎么样来看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又有驻港的国安公署署长 有广东的省委的秘书长 郑彦雄来担任 而这个时候呢 在7月6号前天晚上施行计则 要公布实施同时 又出现了J号人物 来波罔老师怎么看 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 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恶法 但它推出前就说是恶法 它推出之后 让外界发现它恶的程度 仍然跌破四人的眼镜 超出外界的想象 它的六章总共66条充满了恶意 特别是其中的38条 居然把香港以外的人 香港以外的国家 其他人如果说 中共认为有触犯它的港版国安法 都要纳入它的追究范围 另外最近又更疯狂的 扩大到另外一个程度 那就是当这个港版国安法 在进行细节公布的时候 他们召开了一个 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第一次会议 这个安全委员会设在特区政府 由特区政府的特首和各司的司长组成 那么其中做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监军 就是骆惠宁 这个人是中联办主任 监这个所谓国安顾问 同时他以前是山西省委书记 是一个极左派强硬派 被习近平临时抽调到香港 来推行极左路线和强硬路线 那么他的在场参加这个会 显示不仅是北京直接控制香港 而且显示北京不仅对港人不信任 对港官也不信任 所以这些港官要开 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这个监军骆惠宁要坐证 而这个坐证之后 这个委员会通过了 所谓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 其中恶的程度不胜枚举 其中一条说是要对外国机构 还有台湾机构 他不敢称台湾是外国 因为他在国内假装宣传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然后他外国机构和台湾机构 外国代理人和台湾代理人 如果涉及到跟香港有联系 比如说香港的这些抗议者有联系的话 说是要提供资料或者是资讯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说明 如若不然的话 据说中共宣称要对这些外国机构 台湾机构外国代理人 台湾代理人追究责任 所谓发款或者是刑责 中共狂妄到这么一个程度 不仅对香港是一步到位 不留余地 要把香港彻底纳于 所谓二次回归 回归到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一党专政之下 把中港两立变成一国一制 彻底扎毁一国两制 而且一不住二不休 直接去威胁台湾和各国 也就是把红色地围的野心暴露无遗 所以中共的这个图谋就显示 当台湾人说香港被中共夺取之后 下一个是台湾 其实还不是下一个 已经同时在进行 中共是马不停蹄向台湾推进 那么它的港版国家法 它的那些条款 还有它的实施细节 就是对台湾的推进 那么中共在这里盲目地摸访美国的长臂管理 但这里有两个区别 美国的长臂管理是惩恶扬善 针对的是恐怖活动 或者是像伊朗北朝鲜发展核武器 要禁止一些国家给它出口产品或者技术 而中共是惩善扬恶 中共要去惩罚发款和追究的对象 是宣传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这就把美国的善中国的恶 美国的民主灯塔 中共的极权堡垒 在世界上可以说暴露无遗 两大阵营两个世界 这是一个新能战最鲜鲜明的写照 另外中共盲目模仿美国这个长臂管理 还有一个死穴 那就是美国长臂管理的时候 是设计美国本身 比如说像华为公司 像伊朗提供产品和技术的时候 它提供的是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另外华为公司在美国有公司 而在美国做生意 按照中国的话说叫吃美国的饭 扎美国的锅 说美国才要管这样的事情 如果华为公司不是拿把美国的产品 美国的技术输送给美国的敌人伊朗 或者说他没有在美国建立任何公司 他就在中国的一个公司 他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拿去做生意 尽管美国会不高兴 美国也管不到他 但是中共现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理 长臂管理发展到什么程度 不管是什么国家 是什么人 是中国人 香港人 台湾人 还是外国人 还是其他国家的人 中共的行为是不论不分三十二十一 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把它覆盖过去 所以中共这种叫做对美国的模仿 叫英雾学舍 邯郸学步 叫做画骨不成反内权 是 大家观众那样 跟破网老师进行联系 来我请教陈忠 港版的国安法 尤其选举又推出了 是一个诗形细则 真的是管很大 其中的条文 是世界大笑话 怎么去应该这个状况 因为涉及到台湾吧 台湾通通包挂进去的 刚刚董立文老师 特别揭露一个重要讯息 其实国民党 国民党的相关的组织 跟港澳之间 说真的才是一个 比较紧密的互动 那如果来自于香港 这个太上皇单位 完全完全 他不依循香港的 不管刑事诉讼法 香港的基本法等等 太上皇直接要求 类似像国民党政治组织 要知道怎么办呢 你怎么看这个态势 当蔡总统都说 管这么大必要时 我们即将要反制的 甚至今天都有人说 台湾所面对的反制方法里头 已经背好了组合拳 那你怎么看 对这个香港的国安法 台湾是国安五法 一二三四五的五 因为有五种的一个修正草案 香港叫做国安五法 五法无天的五法 因为他这个港版国安法 根本就是有人戏称是宇宙法 因为他不只是管香港的人 或是说行为地在香港 连香港的人在外国 外国人在外国 连台湾的组织 台湾的人 全世界他都把它纳入 港版国安法的一个范畴 而且他完全是用一种抽象的 一种文字 完全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在入人于罪 全世界都有国安法 但是这些国安立法 他保障是国家安全 保障自由人权 但是港版国安法 由中国北京一手主导的 他这个手已经完全伸进去香港 昔日的东方明珠 现在是长夜哭泣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 国安法的一个建制 完全是把所有的自由人权民主 甚至连本来香港 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审判系统 以前这些还有英国的殖民时期 留下来的法官 这些黑洞完全连根拔储 所以香港的命运是堪忧 只会越来越恶化 那台湾面对这种状况 当然马英九会气急败坏 因为马英九长期以来 是以一国这个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来欺骗台湾社会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是打脸马英九 不要说一中各表 只有一中也没有各表 连所谓香港一国两制 才22年就不可行的 所以这个北京是重重打脸马英九 也难怪他会气到这个脸红脖子出 那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台湾的国安无法 我们对付的是什么 你是共谍是间谍 你来渗透你来破坏 你有地下活动影响我们国家安全 港版国安法对付的是手无寸铁 是想要主张言论自由的人民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乱比喻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应该对他这样的一种说法来道歉 那台湾应该怎么因应 我认为说在之前一段时间 蔡英文总统也有提到 我们本来有港澳条例 那港澳条例是因为香港一九九七澳门 这个一九九回归之后 他们针对特殊地位 我们给予一个法律上的建制 但是港澳条例的六十条 本来就有情势变更的原则 当今天的香港跟中国已经完全一模一样 连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都说 这个分不清楚嘛 所以美国也都把一些军事的用品 禁止出口到香港 甚至对香港取消一个贸易的优惠 所以台湾应该要主张停止试用这个问题 包括以前对中资比较严格 对港资比较宽松 那现在的港资其实就是中资 所以怎么样保障我们台湾的国家安全 我觉得就这个部分 可能我们政府当局要做一个 重新的盘整跟调整 FBI今天所召开的记者会 就来自于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他在今天的记者会集中揭露 习近平在掌权以来打贪不手软 二零一四又发现猎狐行动 来 余妹妹 就是蓬佩奥跟杨洁篪见面的时候 那么一直有在传 因为他秘密见了七小时 那这里面听说 新加坡的空军基地 对 那听说 这边中国是提出了一个诱饵 他们希望有交出郭文贵 这些人回来 然后他们愿意提供拜登的儿子 在中国的相对的资料 那有助于选情 因为他可能认定说 川普是个生意人嘛 所以大家可以做交易 但是呢 蓬佩奥就是拒绝了 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 但是我必须要讲 就接续董立文老师的话 这里面当然因为美国 我一个世界老大 你国家安全法 搬到国家来实施 孰可忍孰不可忍 那FBI局长出来 除了说一定要出来以外 这个大家要注意看 FBI局长一般来说 情报局的局长 他是很少在公开露面的 这露面出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也很可能是 将来美国很可能准备 要对中国有些严厉的重拳出来 大家要注意看 讲组合拳 我看到了美国的组合拳 一系列的端出来 我们看到军事上面 美国前一阵子 大防风出来了 B-52出来了 航母出来了 针锋相对 他是摆出作战态势 他非常清楚的告诉中国说 如果你要染指台湾 如果你要在这边 染指南海的话 我美国不会做事的